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自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刚刚第一小时 讨论的话题比较沉重一点 但这一小时非常愉快 要带大家去环游世界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北包客乔安娜 乔安娜早安 早安 听众朋友们早安 主持人早安 还有说书人早 书位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我是说书人 好乔安娜跟说书人 他们曾经在2016年 这个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的故事呢 其实怎么听都不会腻 因为环游世界就是大部分人的梦想 但是两位呢 的确实现了这一个想法 而且呢 他们是用背包客的方式 其中也用了这个叫做沙发冲浪的方式 没错 好那先讲一下好了 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决定要环游世界 说书人 我自己从小啊 就很喜欢到处旅行的那种感觉 那应该是说 以前看一些那种旅行的书 都会觉得很受刺激 那我觉得旅行 大概有很多种方式 然后我自己对背包客 这个方式特别像我 我就觉得 好像很克难的方式 那你用很少的钱 那你还是可以去完成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 你不用收到金钱的局数 OK好那乔安娜呢 我就是会梦想要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有这个 想要在陌生的地方 然后去体验他的食物啊 或者是他的住宿环境啊 就是他就是会让我很想要 很想要去体验 一般人讲到环游世界都是说 啊等我退休之后 或者等我有钱之后 好我才有能力去环游世界 那当时2016年 两个已经有钱了吗 当然是没有 那两个人是怎么样觉得说 我们走吧 因为当时应该都在工作吧 对但我自己是 因为我很小 大概10岁左右 我就很想环游世界 然后你知道那种时候 小朋友跟妈妈讲说 妈妈我想要环游世界 那妈妈就是可能分两派嘛 一派就是可能就是跟你说 啊这你做不到 那我妈是属于另外一派 她是敷衍派的 她就说那你加油哦 你把英文学好哦 然后之以后多赚一点钱 啊说不定你还可以带我 一起环游世界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有这个梦想 然后一直 可能不然是在语言方面累积 或者是金钱方面 对你就存钱了 就开始存钱 哦所以就是有在往这个方向前进 可是不知何时可以启程啦 对有点像是 因为2016年你们两个还很年轻啊 对其实应该是 你那时候应该不到30吧 对差不多差不多 是不是那乔安娜你那时候也开始存钱了吗 完全没有耶 就是钱完全不够 所以没有存钱也可以去到背包客环游世界 你怎么办到 那你那时候没有钱怎么去啊 怎么去玩 就是想说走到哪 如果钱花光了就回来嘛 对对 那我是这个想法 对对对 可是我其实比较有金钱恐惧 因为对一个从小就一直存钱的人来讲 这就是一定有金钱恐惧 所以我其实扮演财务大臣的角色 就开始去算接下来 可能会花多少钱 然后预算大概是多少 所以你们总共环游世界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你们去了哪些国家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大概花了7个月的时间 然后去了16个国家 走遍了四大洲啦对不对 对就是印度嘛 亚洲就是马来西亚跟印度 为什么会选马来西亚这件事情 这个也真的是一个蛮随性的 因为我想要去印度 我那时候很想要去加拿各达的垂石之家 做志工 对就是以前读到那种英文课文以后 讲到德雷莎修女 虽然我不是教徒 可是我就觉得哇 怎么会有人想要做这些事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对垂石之家很有向往 好那这跟马来西亚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说 那就找一个去到印度比较便宜的机票 转机的地点 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马来西亚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国家 对但这也很有趣 就是你知道人生中就很多意外的插曲 就因为我选了马来西亚 然后我表妹就说 她有个好朋友在马来西亚 一直找她去 她都没去 她说不然她跟我们一起去好了 对 那她就决定跟我们一起去 后来我订好背包客栈之后丢给她 就说你订这什么烂东西 她就觉得太辛苦了是不是 对不是她就说她朋友说这是什么烂东西 后来发现她朋友是当地非常有钱的建商 所以后来我们就从很烂的背包客栈 直接升级成东方文化 哇这一定要去啊 对不对 可是我当下真的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一本不知道东方文化是什么 对就是一个土到爆 那乔安娜也赚到了嘛对不对 对对没错 因为两个是旅伴嘛 对一起被招待这样 OKOK好所以马来西亚就是一个 一个突如其来的幸运 然后还住了这么高级的饭店 在马来西亚是几天啊 我们大概待了五天左右吧 就到印度去了 就到印度去了 OK好那所以你们环游世界的亚洲就是马来西亚印度 欧洲超多地方的耶 德国奥地利捷克瑞士 意大利法国英国冰岛西班牙 所以北欧也有南欧也有耶 北欧也有南欧 东欧有吗 东欧 如果比较近的话应该算是捷克 捷克 然后西欧 然后再来是南美洲 秘鲁玻利维亚二挂多 以及北美洲的美国西岸跟加拿大 OK好所以这么多行程当中 你们花了七个月待最久的是欧洲 算是 对最久的是欧洲 那乔安娜你自己 你自己在这个七个月的跨逐四大洲的环游世界旅程当中 你对哪几个国家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最深刻的是冰岛耶 就是喜欢到后来我们2019年又去了一次 疫情前啊 好幸运哦 对刚刚好 那冰岛为什么让你这么着迷 它的大自然风景真的非常的美丽 就是它的壮阔是我们 就是台湾人习惯看那种森林啊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它是很辽阔 很像在 很像在 仙境 月球之类的 我没有去过冰岛耶 哇我推荐了 希望有机会可以去 所以北欧你们选的冰岛是为什么 那时候就是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红 你们很随性喔 你们就想到什么就去哪 所以冰岛是因为一部电影 对 然后就想去 对 然后印度就是想要去 垂石之家 然后我是想要去练瑜伽 哦 那你们的这个路线呢怎么排 因为我觉得蛮混乱的耶 所以说出了你们那个路线是怎么排的啊 有点像是 我们就先把我们几个想去的地方 比如说印度 对 或者是想冰岛这种很大很明确的 那像我还想要去一个群岛叫加拉巴哥群岛 对 那因为就是想要去这地方 我就把它先列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点像连连看嘛 那譬如说我要从 怎么飞怎么飞怎么飞 对对对我要从印度到冰岛 那印度到冰岛那中间就会有欧洲 那我可以去欧洲哪些国家 好那我怎么选德国呢 因为我就开始查航空公司 去到欧洲到底是哪一个机票或航空公司 最便宜 对 反正我就先到欧洲嘛 先到欧洲之后就会有很多陆路的交通方式 是是是 哦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可以启程的方式 那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你们七个月花了多少钱 诶这个真的其实没有很多诶 我们大概花了一百出头吧 两个人加起来吧 对对对对对 两个加起来一百出头 就相当于是你买一台国炭车或休旅车的钱 那你们把积蓄都花光了 呃没有耶还有三 哎呦很会存钱耶 不知道下个月出出一个怎么样存钱 因为你们那时候才三十不到吧 刚好我的职业收入也还不错 所以对所以还可以 让大家羡慕哦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来聊聊 因为他们旅行的方式背包客嘛 他们常常会用沙发冲浪的方式 那什么叫沙发冲浪呢 沙发冲浪就是 等一下告诉你 我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那我们今天现场访问到的是 两位非常有经验环游世界的背包客 一位是乔安娜一位是说书人 好那乔安娜你也有这个粉丝团对不对 对有一个粉丝专业 叫做拉拉手环游世界 拉拉手环游世界 大家可以上乔安娜脸书团 来follow一下 他们真的是蛮会玩的 好那刚刚已经讲了 他们两位在多年前去环游世界 然后呢 就是一种比较随性的方式 然后两个人就是非常好的旅伴 然后一起出国去玩 那这中间呢 当然一个要扮演一个就是 比较财务大臣 那一个要扮演就是 你也要在中间两个互相配合嘛 那刚刚讲到这个环游世界区的四大洲 那其中你们不是住大饭店 住大饭店不可能只花这个钱 那用沙发冲浪的方式 什么叫沙发冲浪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像欧洲地区因为住宿比较贵 那有些人可能家里有空的房间啊 或多的空间 或不一定是沙发 那就是他可以 他可能是地板 对有可能地板 那就是可能一个空间 那他就可以把它po上网站 有一个沙发冲浪的网站 那大家就是可以到那上面 当然要登记会员 然后就可以到上面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你 就想去的地方 然后刚好那个地方有人提供住宿 不过当然也要 host愿意接待你 对啊 那也要那个地方你看起来 你可以确定他是安全的啊 对 所以有评价还好 就跟那个Google一样有评论 但他跟LBNB又不一样 LBNB是要付钱的 沙发冲浪不用付钱 对 那通常来讲的话 沙发冲浪是不用付钱 那可能就是会请他吃个晚餐啊 或吃个饭之类的 那你们这个环游世界的七个月当中 有多少是用沙发冲浪的方式 我们有两次是沙发冲浪的方式 哪两次 在说书人的背包被偷了 然后我们大失血 之后我们只好就是 就想说要省钱 就尝试沙发冲浪 他在哪里被偷 德国 德国 而且是在法兰克福的车站 可是我们后来才发现 车站其实还蛮容易有 就是小偷 把你的钱都偷走了吗 他是直接把我整个背包拎走 哇 对 那我刚好那个背包里头 就放了最重要的 护照 对 这也是很妙 我在整个旅程的那段之前 我全部都是把护照放在腰包里头 然后随身一定是带在 即便小腹看起来超大 我还是会把它带着 对 那就只有那一天 我想说我要去克隆大教堂 接下来就是搭车而已 我想把它放在背包里头 然后30分钟之后 就是对 莫非定律 对 而且是放在座位上面 然后就被拿走了 所以就要重新再去办护照 一大堆的手续 是 所以你们就决定省钱一点沙发冲浪 但是你们之前没有尝试过 完全没有 那小娜娜会不会担心 因为你看起来很谨慎 对我蛮谨慎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上网登录之后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主动的去找沙发主 反而是他们是主动丢我 然后我就看他的评价 看他是不是很多则 那我们选的都是有上百则的评价 我们才会考虑 对 那你丢上去的讯息是什么 就是要放稍微可以见人的照片 因为别人也会给你们评价 就是别人会依照你的照片 跟你的 你贴的那些 你自我介绍 去决定要不要邀请你 那你们两位怎么自我介绍 你们怎么介绍自己 然后让你们自己的那个机会比较高 我的印象中是我介绍自己很喜欢瑜伽 然后就是喜欢文学这样子 那说出人就是理科的那方面 一个文科一个理科 来自台湾的 两位很喜欢旅游的女生这样子 然后后来接触你们的人是谁 后来接触我们的有一个德国的 在慕尼黑的 但是他其实是阿拉伯裔的一个男人 然后他主动丢我们 那第二个就是在瑞士的Jojo 他就是瑞士人 然后他主动丢我们 邀请你们去瑞士 对 所以你们当时的需求是说 欧洲哪里都可以吗 对其实我们原本没有规划去瑞士 对是因为那个Jojo他丢我们讯息 但他那个时候很积极的邀我们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戒心 可是又说他到底要干嘛 对对对 因为他帮我们把所有的包含交通资讯都查好了 哇 而且是到一个没水没电的山屋 对就是完全没有手机收讯 然后也没有电 哇所以你们沙发冲浪一个是德国慕尼黑 但是那个经验也是很OK的 那个蛮雷的 蛮雷的哦 对 那经验是什么 先讲德国再讲瑞士 我们在德国那个经验是 其实他的评论也有上百折 那大部分不错 可是其实乔安娜因为他比较谨慎细心 所以他几乎把所有的评论都看完 哇那么厉害 然后有看到两三折是说 对方有一点有点像类似性骚扰的现象 哇 那他那个时候跟我讲 那我就说可是其他评论都不错 但我们还是有戒心 所以那时候有点像是 就觉得那我们两个人 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戒性 用这样的方式 还是决定去了 还是决定去 对 然后我们就是说好 如果说他不OK 我们马上要逃走 那你们逃走的方式 还是说你们随身有什么 保护自己的东西吗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耶 这么一讲之后发现有点傻 也没有在什么喷雾气啊 或什么都没有 没有 会真的是拱大 还是什么 他去的时候还好吗 我们其实在跟他聊的过程中 其实就觉得很OK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有在那边讲说 他有一张就是双人的床 那他说我们两个可以睡上面 他可以睡沙发 那他是说 因为他背不太舒服 所以如果假设他晚上背不舒服 他会可能会上床一起睡 上床跟你们一起睡 对那这听起来就是一定要介意一下 对啊 对 然后我们就很坚持就是不要 他是个几岁的人 大约四五十岁 OK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说那不然我们睡沙发好了 那他就很坚持说不行不行你们是女生而且你们是我的客人你们应该要睡床 反正我们就在那边炉了好几个小时吧 天都亮了吗 真的炉很久 后来其实他有一张多的床是被立起来的 我们就看到那双床 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把它放下来了 那就是我们可以睡在地板上的这张床 那你就睡上面的床 这样也比较舒适 对然后后来反正他就是被我们炉到最外送了 累了 他背开始痛了 应该 那你们在那边住几个晚上 我们住两个晚上 然后第二个晚上有另外一个外国的女生也住进来了 OK 但是他接受的条件就是要跟这个沙发主睡同一张床 然后中间会隔被子啊什么抱枕之类的 他甚至有这样讲 OK 然后那个晚上因为我们三个女生一起住 所以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隔天我们离开了之后 后来那个女生就丢我们讯息说 他遇到超车的事情是半夜那个沙发主就抱他 然后一直请他 天哪 太可怕了吧 对 然后他就去监局 他去那个网站监局这个人 后来那个账号就下架了 OK 天哪 所以沙发冲浪还是要胜选啦 还好两位是同行的 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对我觉得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那真的要很小心 如果我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我应该也不会冒这个险 是OK好那瑞士这个地方 瑞士那个朋友丢你们讯息 后来你们就到瑞士去了嘛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因为他其实是以前那种瑞士山木记 他们会痒痒然后在一个山区里头 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高度会有好几间小屋 那这是其中一间他们的祖传小屋 没有水没有电要自己烧柴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好酷喔 因为他其实都有在里面写的很清楚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到当地之后才发现 啊什么什么都 那他是在瑞士什么地方啊 就真的是阿尔卑斯山三下 所以我们都一直牺牲自己是阿尔卑斯山姑娘 哇去阿尔卑斯山那你们到那个地方很困难吗 还蛮遥远的 就是我们搭了巴士之后又搭了火车 后来又搭了巴士才到那个山脚下 然后到山脚下舅舅去接我们之后开车 开了20分钟上山 然后后来又背着大背包走山路走了15分钟 才到那个地方 OK 对 然后到那个地方之后就你们三个人 还有另外一位巴西的女生 就没水没电没WiFi 对 在那边住几天 我们住了三个晚上 而且他其实那个后生他很常接待人 他其实是很常到处邀别人 对 因为在跟我们一起住的那个女生 他是巴西人 对 但他在德国念书 那后来离开之后 隔一天又来了一对夫妻 我记得应该是立陶宛人 哇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 那个host 他很常接待人 那你们跟这个主人聊天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接待陌生人 有跟他聊到这些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我的感觉啊 他其实是一个内向者 他很内向 然后他在对话中 其实他不会 他不会讲太多话 然后他就让我们聊天 就是让他的客人们自己聊天 对 那他会帮你们煮饭吗 有 他帮我们煮饭 然后烧柴 让我们洗澡 砍柴 然后洗澡 超好吃的 哇 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主人 然后他也没有多打扰你们 没有 就是帮你们砍柴 煮饭 然后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小屋 对 所以那个小屋是他的什么 算是祖传小屋 之前有荒废一段时间 后来他二十几年前 去把它整理好了 然后就是暑假的时候 有点像Summer House 夏天的时候 他会去那边住 了解 所以在那边是避暑啦 是不是 避暑 然后之后这个主人 也是非常好心的 还带你们去意大利啊 所以意大利就是赚到的了 算是这样子 没有错 因为他的那个小屋 其实离意大利的边境很近 他常常就讲说 翻过一桌山 我们就可以到米兰了 哇 所以这个沙巴充那种经验 否瑞士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吧 很棒 哇 而且是很难得 因为大部分都还是 可能住到一般的房子 但是可以住到这种 没水没电的 需要自己砍柴的小屋 也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 而且因为是夏天吧 是不是 夏天 所以这天气就是 非常的舒爽这样子 因为他又在爱尔卑斯山下 对 哇 而且他的小屋 看过去是一大片湖 所以那个view超好 很难得的经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答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 是两位背包客 乔安娜跟说书人 他们曾经环游世界 七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走访了 十几个国家 这个经验是 非常的特别 对他们人生经历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一定全部都是美好的 但是像刚才讲的 沙发冲浪 有碰到 其实有一点点 雷 还好 在自己身上没有发生什么 不好的事情 但是到瑞士的那个经验 就很特别 就是我们现在听起来 就觉得哇好神奇 居然没水没电 然后又没WiFi 还要自己砍柴 然后那个时候 他还开车 载你们到意大利 所以到意大利去 也就多了一个 国家的经验 你们去意大利哪里 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 我们就是被载去 就被载去说 这过了这边境 就是意大利 他就说 我们现在在意大利 然后我们就 他什么 完全没有什么检查哨之类的 也没有什么护照 要再盖上什么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也不知不觉 会不会他不是意大利 应该是意大利 后来我们有查 就是他带我们去一个 欧洲最大的市集 那个市集的确是在意大利 对我们有查 然后意大利就是边境 他带你们去的那地方 然后就再回瑞士吗 对 OK好 所以瑞士的经验很特别 然后冰岛的经验很特别 那还有其他的国家 你们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搜索人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加拉巴哥群岛 他在厄瓜多 厄瓜多就是南美洲 对 那因为其实我在南美洲的时候 一直水土不服 因为安地是山脉 他的那个地形起伏 所以我高山症 对高山症很严重 那后来到了加拉巴哥群岛 因为我那时候会想去的原因 是因为就那边野生动物很多 对 为什么我最喜欢那边原因 是因为 在路上你真的可以看到 很多的生物 然后离你很近 譬如说海狮 或者是鸟 各种鸟 它就在你那边 还有猎蜥 就你感觉可以跟他们一起晒太阳 对 海猎蜥 就长得像那个库斯拉的东西 对 那海狮就在路边睡觉 就是在你脚边睡觉 海狮不用水吗 那他们会爬上来 对 它会爬上来晒太阳 而且他们会去鱼市场偷鱼吃 那加拉巴哥 你们在那边住的地方是哪里啊 它那边其实是观光还蛮兴盛的 因为其实达尔文提出演化论 很大的一个启发点 就是从加拉巴哥 所以其实变成说 有点像它就是变成叫演化论之岛 或者是达尔文 就是代名词的感觉 所以欧美的观光客非常多 亚洲还真的比较少 因为毕竟几乎是隔半个地球员 那那边其实有很多的旅馆或民宿 加拉巴哥 那乔安娜喜欢吗 还蛮喜欢的 那里的龙虾好好吃哦 就直接现捞这样 很捞啊就对了 然后给你选这样 加拉巴哥待了多久 大概十天左右 十天 那在那边是住旅社吗 在那边住旅社 而且我们的旅馆的host也很棒 他是个画家 然后非常的热情 他也会一直跟我们介绍当地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我们到现在还是会联系 还是会联系 对对对 那你们在那个南美洲 因为实在是离台湾是半个地球员太远了 你们选秘鲁跟玻利维雅的原因是什么 秘鲁原因是因为想要去看马丘比丘 对 以及亚马逊雨林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大自然生态 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很多城市或观光路线 对所以那个时候去秘鲁是为了要看马丘比丘 那看到之后有非常壮观吗 看到之后就觉得好来过 你有很多羊驼 也没有耶 其实就几只而已 里面就几只 其实是好像据说是 以前的人去那里拍广告 然后就带去 后来就留在那边 对从智力带过去的 那你们去马丘比丘还去哪里啊 秘鲁 亚马逊 亚马逊 就是亚马逊雨林 去丛林里面 然后在里面待了 大概待了四五天吧 那就是真的要请向导 因为不然会迷路 然后去钓石人鱼 有钓到吗 我们自己没钓到 是他们有钓到的 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丛林体验 然后玻璃围瑶要看什么 天空之城 天空之境 天空之境 它有一个很大名 大概台湾四分之一大的岩湖 那下雨的时候 雨季的时候 它就会变着有点 可以镜面反射的感觉 很多人会去那边拍一些 那种镜面反射的照片 是 玻璃围瑶最有名就是天空之境 对 无优你岩湖 对 那玻璃围瑶还可以探索什么 好像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因为有些人会去那个地地克克湖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 就是淡水湖湖 地地克克湖 因为有一年啊 有一位那个南美洲的chef 有来到台湾 然后去那个江振臣的餐厅 我有去吃 我也有去吃耶 然后那个chef说 他什么 从地地克克湖抓了一把泥土 他说他从地地克克湖抓了一把泥土 然后那个泥土里面就是入到某一个菜里面 然后说我对地地克克湖的土 就印象蛮深刻的 因为那个chef说什么 他抓了一把土 然后从玻璃围瑶坐飞机 然后天里天下来到台湾 然后入菜 我讲到底是哪一道 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那时候是在秘鲁去他的餐厅吃 在他还没有来台湾之前 就是那个chef 对 结果就是那个chef 这个chef好像很厉害耶 是真的 好吃 对 我们在那里生吃了一只大蝸牛 因为他有那个经典的set 是亚马逊套餐 就是用一些亚马逊的食材 陆菜 哇 因为在南美洲像秘鲁 他的那个地形啊 变化太大了 他的海拔 实在变化太大了 配搭五六千公尺以上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可以从非常冷 然后他很热 对 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体验 南美洲真的很远耶 你们这样飞 因为飞到一个天昏地暗吧 所以在那个城市 可能我们就会待久一点 第一个也让身体适应环境 所以我们在秘鲁应该待了有 一个月 一个月哦 因为秘鲁真的太大了 台湾36倍大 那个大车会大到普世 南美洲真的很大 我距离就是中南美洲 因为一直很想去中南美洲 在疫情的时候 本来说2020年或2021年 很想去 然后因为我在那之前 去了古巴 所以就是很想要再 离中南美洲再更近一点 所以很想去 但是真的飞行实在是太累 太辛苦了 但是也看到很多朋友 也到中南美洲去 所以也觉得中南美洲就是一个 蛮特别 跟台湾的地形啊 人文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们算喜欢南美洲吗 蛮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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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的原因是有惨的 说出人很惨 他在那边一直吐 一直吐 水涂不服 那你们还是去吃了美食啊 对 因为刚开始到的前面三个礼拜 我是一直能水涂不服 三个礼拜很久 对啊 高山症啊 那你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在这边 会 身体无法附和 我不会在印度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所以后面就觉得 印度我都活下来了 所以这里应该还可以 哇 所以你们旅行的最后 最后一个月是去哪里啊 你们这样环游世界 美国跟加拿大 所以应该就回到文明世界了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有到美国去 跟朋友过耶诞节 然后因为查安娜的妹妹 也是嫁到美国去 OK 所以就是最后回到了 比较文明的地方 对 而且觉得可以用英文沟通 觉得很开心 对啊 那你们在南美时候是用什么沟通 比手话讲再加破烂的西文 因为我们不会讲西文 所以就是完全是比手话讲 或者是拿Google翻译给他看 那他们也不太讲英文 对不对 大部分 如果是热门的观光区会 但是也是很有限 OK 那所以你们此行的这个住宿部分 你们用了沙发冲浪 用了Airbnb 然后大部分也就是旅社的部分 对旅馆 OK 那Airbnb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在欧洲蛮常住Airbnb 因为欧洲如果外食的话 费用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Airbnb的话 会挑可以煮的 就是还有厨房提供的 欧洲食材 其实都还蛮多 蛮新鲜的蔬菜 水果 所以其实买回来 自己料理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去市场买 对 然后host 我自己觉得 host要可以沟通很重要 也就是说语言 因为像我们到西班牙的时候 一开始的那个host 虽然评分很高 可是他真的不会英文 所以那我也真的 不太会西班牙文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匹首发交 那时候的那个手机软体 就是直接即时翻译的那种 还好用吗 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讲中文 然后他直接翻出西班牙语出来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这样的翻译软体 那这个蛮麻烦的 那穿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如果西语的部分 就是直接打在手机上面 然后Google翻译他会翻成 然后就把手机拿给他看这样 所以即便语言不通 还是可以通行世界 还是可以旅行的 那你觉得哪一国人 你觉得印象最好 最好 就是最friendly 最让你觉得 跟原本的想想不太一样 如果以陌生人来讲的话 我自己个人会是觉得瑞士 对 那原因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在疏离市 在找旅馆的路 其实我只是站在路边 然后在看地图而已 然后就有人会走过来说 Do you need help? 就是他会主动问 而且我们其实只有隔 三分钟左右路程 就被三个人问 就他们都很主动 对 这么友善 就是因为你们一看 就是外国人嘛 一看就在找路 而且一看就很土 那感觉 在那边东张西望 那你们在过程当中 如果生病怎么办 像那个说书人 他身体不舒服什么 你们有在当地就医吗 有 就是说书人他在印度 吐到 就是吐了一整晚 然后我就还发烧 我就整个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去哪一家医院 然后有一些印度的医院 就是有传闻说 什么人进去 然后出不来了 可能左脚受伤 然后开刀右脚这样 或者进去 哪一个内上不见了吗 各种的眼神听 对 然后就很害怕 所以后来我就 突然想到说 我有在follow一个 台湾人他在印度工作 他叫印度游 对 他已经回到台湾了 我就丢他讯息 问他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 他有一个印度 就是在当地的朋友 是印度人 然后他请他们 他来救我们这样子 哇 所以千里 千里都是可以找到各种方法的 对 台湾人散落在世界各地 对 他就很幸运 而且他那个朋友真的还蛮可靠 真的太好了 是我们的恩人 所以一路上说书人生意 就是那么多地方 那全让你身体都很好是 因为我很谨慎 就是我吃东西的时候 像印度我就不会去吃那种 什么汤汤水水的 喝汤就不会喝就对了 我就是吃炒饭 而且里面料是很少的那种炒饭 所以就是很安全 对 那说出人就 也不会喝他们的水 一定用矿泉水对不对 对 矿泉水是一定要 但我想说我那时候点咖喱 我想到印度就是要吃咖喱 用手抓 没有没有 还是用餐具 但我第一餐吃咖喱 然后回去就吐了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那间餐厅的问题 后来再吃了别间餐厅的咖喱 继续吐了 对 Oh my God 更惨 而且更讽刺我病人惨那一天 是我去垂食之家 就是做志工的第一天 然后我就濒临垂食了 哇 这个好相呼应哦 所以这个 因为乔安娜非常谨慎 然后说书人就稍微随心一点 但是这一路上 就要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啦 他穿上那里心里没有murmur 想说这个说书人 到底要惹多少次 会这样吗 会啊 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 也有差点溺水的经验 为什么 感觉一直在搞事 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人家都找他说 我们来跳水 在哪一国的时候 在德国 德国 East River 就是很湍急的河 慕尼黑的一个河 那那个朋友是哪里来的 是外国人 西班牙人 然后朋友的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去烤肉 然后他就说 我们一起来跳 然后说书人就说 哦好啊 因为他就真的是 一群人 就跳下去了 就是 到那边玩的人 就是每个都 咚咚咚咚 跳下去啊 我想说 哇大家都咚咚咚咚 这么简单 那我也来咚一下 然后我就不咚就 然后说书人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后呢 我就开始挣扎 好可怕 因为水油真的很急耶 外国人体质是不是真的不一样 然后他们就马上救了你是不是 没有 是我自己努力油上岸 好可怕哦 所以乔安那就看着 说书人这样跳下去之后再挣扎 我看他跳下去被水冲走之后 我就自己转头回到烤肉的地方 然后想说没事的没事的 我要继续吃烤肉 还好你没有跳下去再继续救他 没有我没办法 因为不行 因为不行 你一定要就是找一个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泡泡什么 有一个术语 就是如果有人在河里面 就是这个要溺水的时候 你不能自己跳下去 我们有一个术语 就是泡泡什么 我们要找一下 我们要跟大家讲 不要随便跳下去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两位 背包客 乔安娜跟说书人 他们的确是非常的有趣 而且因为他们相伴 然后相知相惜 以及互相救援 我看都是乔安娜在救援 说书人吧 结束 哇 这个真的是 好 刚刚讲说 如果你溺水的话 来给大家一个口诀 叫做叫叫声泡滑 好不好 叫叫声泡滑 千万不要自己跳下去 如果说书人当时 有点溺水的状况 就是其实你要赶快打119 但是不知道在国外 怎么去叫这些 这些这个救护人员 但是你要伸出去那个 不管是绳子啊 或是藏杆子 抛下去给他 然后大型的那种划船工具 就是划出去 希望不要自己跳下去 这个是溺水时候 要救援时候的方式 但是乔安娜 也算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也是理智 就是她没有跳下去 但她走开了 她去吃烤肉 她去吃烤肉 然后自己 你就自己滑上来 对啊 就过了好几分钟之后 好可怕哦 对 哇 所以你这个 环游世界也是生死一瞬间 对啊 有很多平时经验 OK好 那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就听到你们今天说 天哪 哇塞 这个环游世界经验也太丰富了吧 然后你如果要给环游 想要去环游世界的朋友 有一些建议的话 说说了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 大家每个人环游世界的目的不太一样 当然有些人可能想要走更舒适的 像我个人真的是想要体验人生 确实我也体验了很多 有有 你体验了很多这种生死一瞬间 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 大部分 我比较想要给那种 还没有出发的人的建议是 就是你不用去害怕那些未知的 因为即便你做足了准备 你都还是会有一些你没意料到的 那你能够做的就是 你可以去想 如果这件事发生了 那我该怎么处理 就像我那时候可能 在做功课的时候想说 万一我东西被偷了 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就是把信用卡该怎么挂失 然后以及在哪里可以办什么什么东西 都先把它查下来 就是最 因为你发生事情的当下第一瞬间一定最无助的 所以你可以做的是先把最无助的部分先把它 自己先去做功课 对那可能你要去的国家如果有一些风险比较高 因为每个国家风险真的不太一样 像有的可能是健康上的疑虑 有些可能是金钱上的疑虑 有些可能被偷被抢 对那你自己要知道这个国家 他通常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分享 背包客栈上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功课 那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境 就不要让自己再陷入到这个危险的情境里头 是安全还是最最最重要 总是要活着未来吧 好那乔安娜呢 给大家什么建议 要慎选旅办 非常中刻 非常重要 不然一边旅行一边吵架 实在太累了 对因为乔安娜还会担心嘛 就是说说人又比较随性派 而且他也算是一种 人来风行 有一点 就是乔安娜又一直把他拉着这样子 对对 但是我现在回想 我当时我也觉得 就是很有趣的是 当你旅办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是跟他走另外一个方向 比如说说说人他就是很冲 我就会变成那个 可是很冲也很好玩 对对 但是我就不自觉的会变成那个要拉住他的人 然后就会变成自己好像一直有一种放不开的感觉 就是会呈现一种紧张的状态是不是 对对有一点 但是后来啦 因为你们这个环游世界之后回来 你们当然也会这个就是会安排去旅行 但是对你们旅行有改变吗 那一趟环游世界回来之后 我们现在旅行就真的是比较随性 就是不太会去规划太多的细节 有点像到当地之后 而且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 就是到当地之后就是Google一下 然后看要吃什么 评分看起来不错的 照片看起来漂亮的 可能就去试试看 就是边走边看的感觉 好那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环游世界 因为实在太特别了 也很丰富 那还应该还有很多的国家 你们都还没去过嘛 你们最想去的是哪里 说书人 我自己还蛮想的去 我很想去马达加斯加 还没有去过 真的是地理自然派 自然派 那乔安娜呢 我比较想要去北欧 就是那种 我喜欢的自然是比较像是森林 对比较不是动物 OK但是两位还是会同行 对应该是啦 对 如果我没有太给晓的话 好希望你们 下次的出发 也都是非常的愉快 然后待会更多经验给我们分享 非常谢谢乔安娜 也非常谢谢说书人 我刚刚有跟两位说 他们的经验这么丰富 怎么还没出书呢 应该要有个机会 把他们这些奇特的经验 给他写下来 好祝福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是锁定小玉的节目